现在啊,我已经来到那个,就是咱们汝州的那个张公项乳慈博物馆附近了 因为昨天呢,就是向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就是人家当地的一些居民打听啊 就是现在那个张公项窑的那个窑址啊,正在这个整修维护,不向外开放 因此我们啊,今天就到那个汝窑的这个乳慈博物馆来啊,进行这个考察 因为这个博物馆当中啊,应该它那个保存的,或者是收藏的 主要是以张公项窑纸啊,出土的这些器物,作为主要收藏品 因为张公项这个窑纸啊,现在初步的把它判定了 是在北宋以后,也就是说在金这个时期啊,烧造的这么一个窑纸 也就是这个窑纸到了原啊,可能就已经停烧了 因此它的这个烧造的时间段,应该是晚于北宋 在这个金,就是把北宋赶走以后啊 在这个金啊,统治这个中原地区啊,这段时间烧造的这么一个窑纸 一会咱们进去啊,把它一些主要的藏品啊 还是用那个参观清凉寺乳窑那个方式啊 提取一些它那些高清图片,以便咱们回去对这些作品进行比对 这两个展柜啊,就是集中展示了这个清凉寺窑纸出土的标本 和张公向瑶出土的标本啊,主办方特意把这两个窑口的这个残片呢 放在一起进行展览,可能也是让这个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比较啊 汝州的汝慈博物馆展出的张公向瑶出土的这个标本啊 就只有几件,它的这个数量啊,没有这个宝峰清凉寺那个博物馆呢 展出的这么丰富 但是从这几件标本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初步我们通过这个肉眼判断 它那个器物表面那个玻璃质感呢 也就是说应该强于这个宝峰清凉寺就是乳窑遗址出土的那个作品 所谓玻璃质感就是发亮 但是它那个表面的那个玉质感显然明显逊色于宝峰清凉寺乳窑的作品 并且呀,这个张公向瑶 他出产的这个作品呢 从右侧上看呢 它的那个色差 包括它那个柚的那种色调的那种掌握和平衡啊 那远远逊色于宝峰清凉寺乳窑作品 它那个标本柚中泛黄的那作品呢 显然就是当初对窑内的那个窑温的气氛掌握不好啊 才出现这种啊这么大的反差 在清柚当中泛黄 从窑工的记忆上来讲啊 张公向瑶的作品呢 它已经比不上乳窑的作品的那种记忆水平了 乳州地区啊 自古以来啊 就是在这个北宋时期 它就是一个致辞的重镇 因为在乳州 包括它这个周边的地区啊 就是大量的这个窑口啊 组成了我们后世所建造的这些乳窑产品 也就是所谓的 称为一个乳窑系列吧 就是乳窑系 这些窑口啊 非常众多 现在在那个张公向瑶的这个遗址 乳慈博物馆当中啊 它展出了各个窑口的这些 这些标本 那么这些标本啊 大部分都属于是那些民洋作品 也就是说北宋时期的那些民洋作品 还有那个啊 金元时期的这些民洋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呢 就是反映了乳州地区啊 自古以来啊 在那个致辞 包括它那个烧制特有的那种 轻肉作品当中啊 积累着那个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 那我们这次过来啊 主要就是考察这些这个鲁兹系列当中的观影作品 而这个鲁兹系的这些民洋作品呢 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 那么在这个收藏的时候啊 像这些这个宋代风格的作品 展出了很多标本啊 它那个风格和北宋时期的药州洋 包括这个宋金时期吧 一些主要民洋的那种风格都非常接近 那么我们这次啊 就是把这些啊 就是这个历年发掘的这些窑口啊 所展示的这些标本啊 我们就大概的啊 把它这个拍一下 然后呢 我们重点呢 还是拍这些像张宫向遥啊 包括这个宝风清凉色 这些确定为是鲁官遥的啊 这些遗址当中的那些标本 张宫向遥现在在学术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啊 张宫向遥现在就是根据他那些作品的器型 包括他那个制作的那个瓷器的质量 现在有的学者就把它 判定为是这个金时期的官遥 也就是说在北宋之后啊 就是吕真族入主中原之后 可能把张宫向遥啊 指定为他们的官遥啊 那么张宫向遥的这个特点也非常的明显 你像他那种支钉的那个支钉痕啊 就是那种树米状的那个支钉痕啊 那种小圆支钉痕 他的那个特征非常独特 那我这次近距离观察啊 就是看他那个作品啊 就是这个支钉的那种作法啊 和那个清凉寺五遥的那个支钉 还是有区别的啊 通过这个外观的观察 还是能看出来的 并且呢 他的这个 包括他那个右色啊 包括他那个色调 右质和这个 宝风清凉寺那个窑口的作品啊 还是有区别啊 把这个格陋鼓返程之后 把他那个高清图片 可以和那个清凉寺那些图片 做一个对比 在我身后这间展史当中啊 就是展出的都是汝州地区啊 在历年发现的这些古遥指当中啊 出土的这个标本 那么其中啊 展出的这个张宫向遥 遥指出土的标本呢 只有几件 但是这几件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都是一些这个张宫向遥指出土的 这个残气的气底 包括他的那个织钉特征 还有一些他的那个工艺特征啊 可以在这个瓷片当中啊 做一些观察啊 但是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展出的这种张宫向遥指的 这个气物的总量啊 还是不如清凉寺遥指的那个展览啊 给人感觉这么丰富啊 就是比较性这么强 这也有可能啊 就跟现在张宫向遥指 在维护修缮有关系 可能啊 将来在张宫向遥指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可能大量的这些出土的标本呢 才能成规模的展出 那么在这个展示当中啊 所展出的张宫向遥的这个标本 包括他和那个清凉寺乳遥 并列的这些这个展规当中的那些残气的标本啊 我都拍了高清图片啊 那么回去以后啊 咱就可以根据这个考古发掘报告当中 所提到的一些这个鉴别的要点呢 对他们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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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